嗨 大家好 我是這個禮拜喉嚨不太好的阿騰 對了 先恭喜一下 上週抽週邊得獎的三位觀眾喔 請麻煩在8月19號中午12點前截圖你的留言 還有附上電話姓名以及收件地址 寄到這個信箱收 注意喔 如果超過時間的話 視同系權也不會重抽喔 那如果真的很想要這些週邊商品的話呢 可以在蝦皮毛毛蟲商城找到這些產品喔 OK 大家都知道 這個月是鬼月 外加本週又是普渡大會 除以尊重 我們這週鬼故事休息一下 反正這個頻道也不是專屬鬼故事的 今天反而我想要來聊聊比喻見鬼還可怕的故事 超級心機女 注意 本故事皆為在求學時期發生了三位社會化行為 不鼓勵學習模仿 我本人也不同意當時未成年自己的結論舉止 所以故事內容請輕鬆看待 這故事發生在我高中的時期 高中的我都是騎腳踏車上學的 因為我的學校跟家裡的距離 騎腳踏車大概要20分鐘 所以騎車時我都會聽音樂來打發時間 而就在某天上學的時候 我騎在每天都會經過那條巷子 而就在要轉彎的時候 這時候我跟我的腳踏車都被撞飛了 而當下我忍著痛努力地爬起來 看向撞向我的人才發現 撞我的也是個高中生 你沒事吧 你有沒有怎樣啊 此時確認之後 我們兩個都受了一些擦傷 我比較嚴重 右半邊都是血 而他是右手左流血 但好險 我們兩個都沒有生命危險 可喜可賀 那有了 還是你先去旁邊休息 我先打電話叫救護車跟警察過來 還有車子不要移動哦 那都是證物哦 不要報警 不可以報警 我沒有駕照 這機車也是打工偷買的 我媽知道我出車會殺了我 求你不要報警 那可是我跟你都受傷了啊 而且我腳踏車壞成那樣 也不能騎了 我怎麼離開啊 拜託 不要打電話 腳踏車我會休 你先讓我走 我快遲到了 我之後再賠你錢好嗎 蛤 我又不認識你 怎麼確定你會賠我錢啊 我說真的會賠就是會賠啊 不然我押證件可以嗎 有證件我一定會給你 有證件在你身上 我就一定會賠你錢 押證件 對耶 去出漫畫的時候都會押證件啊 這樣就不怕人跑掉了 嗯 而且他如果真的被媽媽知道 他無罩駕死 他一定會被打死的 好 那我不報警 你要用什麼證件押在我這邊 這個 嗯 三小 捐血卡 欸 三硬的也搞屁哦 這最好可以啦 捐血卡不見對補辦就好啦 算什麼證件啊 沒有啊 要有這個 才可以去推真耶 這很重要耶 我不管啦 你要身份證件 保卡學的那種還可以啦 不然我就再叫警察囉 那不然 換這個好了 這個 那這個 上課證 這是補習班的上課證 有上課證才能進補習班 你知道了吧 上課證 拜託啦 我求你 我真的會賠你醫藥費 跟修車錢 你不要報警 不然我真的會被毀我打死 我求你了拜託 嗯 就這樣子 在他苦苦哀求之下 後來 我也不知道當時哪根筋不對 我就答應讓他用補習班的上課證做抵押 讓他先去上課 等放學之後 再跟我解決修車的問題 而結果那一天 我也因為腳踏車壞了 帶著全身擦傷的身體 牽著腳踏車一搏一搏的走回家 而走回家的路上 我還經過了這間國小 大同國小 那邊的老師人很好 一看到我全身受傷還流血 直接請我去保健室包紮一下 同同學 阿滴娜 阿滴娜 來保健室 我趕快請人幫你包紮一下 果然人間處處有溫情 而後來在包紮完之後 我終於回到家了 走到家都已經快十點了 嗯 累死了 而坐下來休息才沒幾秒鐘 他打來了 這時候 對方突然打給我 而我也沒有防備就接了起來 你好 欸我問你 你幹嘛拿小魚的學生證 你騎車不專心聽音樂 還敢要修車費啊 我告訴你 小魚的車子是新買的 他變得車撞壞了 所以他也受傷了 是你騎腳踏車聽音樂 你要陪他耶 還那上課證 你這不要臉的 你最好連修車費 跟醫藥費一起回來 嗯 此時 電話那一頭 傳來一陣兇猛的對話 加上那個對話內容 我想應該就是撞我的那個女生的朋友 而我也試圖要跟他好好溝通 欸不是啊 我沒有拿他上課證耶 是他希望我不要報警 所以還說他抵押證件給我的 他說他沒駕照會被媽媽罵 那你有沒有拿他的上課證 有啊 你是不是騎腳踏車聽音樂 有啊 你的問題耶 問題怎麼這麼多啊你 還敢怪他 不知道駕駛又怎樣 你自己不專心耶 這時候 突然遇到這種有理講不清的 加上我明明受傷了 還不能報警 不能叫救護車 還加你一顆不辣的 在你的日子下 走了快一個小時才到家 終於 我的內心小魚做爆了 反正你就是要陪他修車費 還有醫藥費 知不知道 嗯 好啊 你確定你要這樣玩對吧 好 我承認 我騎腳踏車有聽音樂 而且我有拿他上課證 而他的機車上面 也有我腳踏車的刮痕 還有 那個路口也是有攝影機的 那麼 我就還你上課證吧 我會把上課證 拿去附近的警察局歸還 然後順便報案 也請警察到學校去找人 反正他無罩駕駛嘛 我也一起報一報 我沒差 就這樣 在我一陣理智突然上線分析之後 對方突然開始求勞了 而且我隱約可以聽到旁邊有同學希希叔叔的討論聲 可見剛剛我們的通話都是被按括音的 後來 那個撞文的女同學跟我解釋 因為今天放學她要補習 一定需要用到上課證 想跟我約放學之後 拿回上課證 用別的證件做抵押 而我看她道歉得很真誠 搞不好真的是被朋友害了 所以 我就答應她了 但是 因為我的腳踏車被撞壞 加上身體很多擦傷 行動不方便 所以交換證件的時間地點 都是由我決定的 而誰也沒有想到 我這個心軟的決定 才是最可怕的 那天下午時間一到 我跟她到了約定交換證件的地方 結果 一到現場 除了她之外 還多了兩個男同學 我馬上就感覺到不妙了 因為那兩個男同學的制服 跟那個女生的學校是不同校的 簡單的說 那個女同學 她繞人來了 弟弟 哇靠 很囂張耶 撞到人 弄換人家的車子 還要人家賠你錢喔 對咩 快點把東西還來啦 自己騎腳踏車聽音樂就錯啊 還有什麼秋車費啊 就在這個當下 那兩個男的同時對我展開瘋狗模式 開始對我言語挑釁 而當然 我也不是省油的燈 欸 你們等一下 是她自己無道駕駛 我們出了車禍之後 我要報警她不接受 才把上課贈給我的耶 到底是誰的問題啊 搞清楚狀況耶 唉唷 口氣也蠻大的嘛 這不是口氣大 這講事實啊 不然你要幫她談嗎 你要賠償我的修車費嗎 哈哈 賠個屁啊 現在是你要賠她錢 她的機車是剛買的 你的腳踏車刮壞了 所以你要賠她錢 了解嗎 understand 理解ですか 哼 不可能啦 早知道你們來玩這招 我就直接報警處理了 又不是我無罩駕駛 怕警察是她 又不是我 欸欸欸 所以現在是想要怎樣 你是想要叫警察嗎 你覺得你現在還有機會嗎 我們兩個對你一個耶 你不要打個判也 哈哈哈哈 究竟 招受埋伏的維藤 是否能夠全身而退呢 而對方 又會用什麼卑鄙的手段 讓他屈服呢 受傷的維藤 如果真的打起來 贏得了他們嗎 晚餐到底要吃麥當勞 還是肯德雞呢 廣告後為您揭曉 呀咧呀咧 誰說我只有一個人啊 我的人已經在我後面了 你後面哪裡啊 鬼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欸你有看到嗎 沒有啊 哈哈哈哈 什麼 哼 我的人 他來囉 有條子 我早就知道你們會來這招啦 我早有準備了 我約了這個路口 是每天下午這個時間 都有交通警察在那邊指揮交通的 我只要一喊救命 他們就一定會聽到的 還有 同學 早上我們出車禍的地方 那個巷口 我已經打電話了 確認過監視攝影機是沒問題的 絕對有錄到我們出車後的畫面 再加上你機車上面 有我腳踏車的插痕 你的證件學號我都記下來了 是你原本說要好好談不要報警的 現在居然還找兩個穿衣服的猴子來嗆我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必要聽你的了 直接警察局見吧 對不起啦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他們會這樣對你講話 可惡 這個人臉皮太厚了吧 臉欠我兩次 還敢裝無辜 我姐你不要報警啊 我會被我媽打死的 嗯 就這樣 那個女同學到最後又用了一千零一招 媽媽會打死她之術 跟我求勞 而後來 我也不知道是中血 還是心太軟 答應她用身份證 交換她補習班的上課證 讓她今天可以去補習班上課 以防萬一被發現有異狀 而後來 因為我真的有查到路邊的攝影機 有錄到我們車禍的畫面 再加上對方無罩駕駛 不想報警處理 腳踏車的修理費跟醫藥費 就讓她負擔了 當然 是十之十負的 我沒有貪她任何一毛錢 大概在三天之後 我就把收據給她了 而她也把剛好的金額給我 我們算是一筆勾銷了 嗯 這個故事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從我的經驗 吸取到一些教訓啦 首先 我相信車禍的當下 沒有百分之百的誰對誰錯 一定會有肇事比例 所以 我才會第一時間要求要打給警察 讓專業的來處理 而後面我一時吸暖答應她不報警 延伸出這些鳥事 可以說是她真的很壞 但也可以說是我自己太白癡 容易相信人了 最後面 還是要跟大家講 不要跟我一樣啊 覺得自己很酷裝逼 單挑去跟人家談判 雖然當下表情看起來很冷靜 但其實 我的內心是 哼哼哼 死 死滴了死滴了 要被打 要被打 哼哼 完了完了 哼哼哼哼哼 我跟人家說